政治參與無罪 聲援香港青年 日常的生活 然後走向街頭 然後不斷地在 立法會的選舉 是香港行之有年的選舉 算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到底還會不會有下一次 違反了國安法 犯了這個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 47位立法會初選參選議員 他們也只是想要在體制內 替香港人擋下不義的法案 香港人還在抵抗 台灣人作為同樣有抵抗威權的 歷史的民族 我們不能退後 我們跟香港人站在一線 所有學生所有青年在座的 其實就只是台灣的日常 作為抗爭者的我們 我們不會放棄 即便我們跟香港有728公里的距離 但我們的決心跟我們的意志 我們會繼續支持 與香港的手足 與他們同行 直到歷史宣判我們無罪 甚至如今有香港情勢 用生命安全相破之際 如今政府用那麼強暴和無理的方式 去潛他人民的聲音 這種暴力跟這種恐懼 其實不應該是任何一個個人 應該承受還有面對的 憲你於顛覆政權罪的執法 中國已經 人不放棄 人不放棄 我們不放棄 我們不放棄